郭富城作为天王级别的人物 男女老少对他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了解 虽然结婚比较晚 但是照样取交期 夫妻俩的年龄足足有22岁之差 郭富城今年53岁 如果他二十几岁 哪怕是30岁就当爸爸了的话 儿女也差不多有二十来岁 大学都要毕业了 当然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 如今的郭先王生活 还是非常幸福的 郭富城和方圆经常被拍到一起 在商场里逛街 而且他总是狠护着方圆 十分贴心 最近两人在商场又被拍到了 不知道是跟拍的小伙伴技术不行 还是最近方圆真的胖了 脸蛋看起来肉骨骨的 还调皮的把眼镜挂在了脖子的下面 郭富城跟在身后 戴着口罩 十分低调 天王53岁 头发依然有黑 应该是染过了吧 所以戴墨镜子他帅气依旧 而且这气场很难不让人认出来 虽然两人有二十多岁的年龄差 但是站在一起 却毫无违和感是怎么肥死 郭富城背着双肩包 远看还挺像大学生的 方圆看着郭富城 并且还挽着郭富城的手臂 这是太甜蜜了 据说两人还发现了记者在拍自己 郭富城非但没有生气 还去跟记者闲聊 让他们不要吓到方圆了 尽量不要拍方圆 还告诉记者是趁着放下来陪老婆看电影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郭天王也太可爱了吧 看来娱乐圈这么久 并不是白昆的 懂得和记者朋友和平相处 并且顺便秀个恩爱的 最甜的其实还是下一张照片 方圆似乎是在等咖啡 而郭富城则站在方圆身后 帮老婆整理头发 戴好帽子 是个大暖男 没错了 郭富城可能是觉得 如果方圆注定要被拍到的话 也要让他美美的被拍 郭天王和天王嫂 看起来 简直就是刚谈恋爱的情侣 一样你浓我浓 行为举止真的好友爱 前天是方圆的生日 所以不排除郭富城这次回来 是为了给老婆庆祝生日的 所以生活还是需要一事干的 三十一岁的方圆 本来就长着一张八把脸